四月份是萤火虫的季节 在双溪区多处都可以看到萤火虫现踪影 位在双溪的茶花庄农园 占地广阔 在负责人常年的用心经营下 生态丰富 因此现正值萤火虫记 也可以在茶花庄里 看到萤火虫飞舞的壮观画面 外面的人来看 是不是观光也比较好 对应该是吧 有西镇镇的园区 就是都没噴尿 都没用化学肥料 所以十多年以来 现在萤火虫坐到公企业 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来园区看的火金谷 就是每年的 差不多四月到五月中旬 最多的时候是 差不多四月中下旬的时候是巅峰 那温度如果说稍微 比如说在二十几度 它晚上就会大大的出来 那园区大部分都是比较平坦的 一些像这个前面这个石板步道 就是感觉上就是很安全 双溪茶花庄是在地经营三十多年的生态农庄 早期以种植各式茶花为主 这几年逐渐转型成复合式生态园区 农庄努力经营各种自然生态植物 也成功赋予萤火虫漆地 每年到四五月萤火虫季节 总是会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因此茶花庄也规划赏银行程 让游客一保眼福 那园区里面的萤火虫大略上有分成三大类 比如说有水深的 有陆深的 水陆深 但是水深的萤火虫有一种叫黄原影 我们旁边这边就有这些水苦辣 它的秘食就是那个浅浅的水域里面水塘 有这个萝类 比方有蚕蚕蚕 还有烧酒蕾还有酒蕾钉钉钉 都是它那个水深萤火虫 它的那个幼虫的食物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 现在都会萤火虫大厨 下雨后温度回升 哇萤火虫大家来看得都会尖叫 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园区 欢迎我们那个大台北地区 我们系统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欢迎来这个园区 来看花花庄 茶花庄表示 园区占地广大 除了种植季节性的茶花 有800种 还有药草植物区 有机蔬菜区 桂花林区 彩色野江花区 河流生态区 赏鸟区 萤火虫区等等 有专业导览员带领导览员区 可提供游客认识不同的动植物 在赏营季节 也欢迎游客一起到茶花庄 来欣赏灰金沟漫天飞舞的画面 解成为双溪采访报道